現在請楊岳橋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他與時任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議員合謀 通過周議員修改委員會的議議主要研究範疇 試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 內容和結果 此舉明顯是續職的行為 違反了梁振英根據《基本法》而作出的宣誓 望顧了作為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 侵害了議會的專業 本會因此必須果斷採取行動 委任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調查其嚴重的續職行為並提交報告 好讓本會決定是否對梁振英作出彈劾 主席 今次事件發生之後 當事人梁振英、周浩鼎和建制派議員都縱口一次 強調事件是沒有違法、沒有違規、沒有隱瞞 行政長官試圖淡化事件 亦有建制派的議員問我 還有兩個星期梁振英都要即將落台 現在彈劾他還有什麼作用呢 主席 莫恩善小而不為 物要惡小而為之 這次雖然看起來是一宗簡單的文件修改事件 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本質上這次是回歸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公職人員續職行為 我們有責任嚴肅處理 立法會更加必須對攝氏者作出彈劾和譴責 以警效誘 在今次事件之中 梁振英不但涉嫌公職行人員行為失當和續職 更加違反了作為行政長官必須廉結奉公 盡中職守的承諾 同時違反基本法第四十七 第六十第六十四條所賦予的憲制責任 以及涉嫌藐視立法會 破壞行政立法關係 以下先容許我陳述 梁振英是不是有續職和行為不當的問題 主席 中審法院的案例已經清晰指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有五個主要元素 一 身為公職人員 二 在執行公職的過程中 與在其公職有關的情況下 三 蓄意作出行為失當 或者不作合當的行為 四 沒有合理解釋和理由 五 其行為偏離公職職責範圍 或者終止是屬於嚴重 而且並非微不足道的 主席雖然兩名當事人梁振英和周浩鼎 在東窗事發之後承認他的行為 而梁振英更加在事件被揭露之後的第二天 即是本年的五月十六號 就承認修訂文件是由他本人所贊寫 還辯稱只是希望透過周浩鼎議員 向專責委員會表達意見 以確保調查更加全面 主席我必須指出 縱使梁振英如此解釋 如果仔細審視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仍然有很多疑鬥是未能解開的 第一 梁振英表達意見 為何需要透過周浩鼎議員一個人去轉達呢 為何梁振英不正式寫信給委員會呢 而事實上他事後也有如此這般做法 為何梁振英不向委員會提出修訂研究的範疇呢 所以一開始 千萬不要忘記 梁振英做了差不多五年的行政長官 這些基本的官場規矩難道他不知道嗎 還是非不能也 實不為也呢 主席 第二 周浩鼎議員的說法前後矛盾 在四月二十五號的會議上面 周議員一直強調自己的修訂 是由他自己而來的 但是其後就公開承認 這個是轉達梁振英的意見 為何周浩鼎不一開始就表達代表梁振英轉達意見呢 這個當中如果不是隱瞞 主席又是些甚麼呢 主席在調查工作來說 我們從來都應該要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如果我們在這裡作一個大膽假設 梁振英是擔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對他不利 因此蓄意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並且和周議員合謀 以達其目的 不知你的推論 梁振英的干預 無疑就是利益衝突 而如果這個假設是成立的話 就梁振英在這次事件的作為 就很大可能在上述 剛才提及的蓄意作出失當行為 而亦都欠缺了合理的解釋或者理由 當然 是否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最終應該交由執法機構或者法官去決定 但是梁振英是否廉結奉公盡忠職守 亦或殉思枉法濫用職權 我相信廣大的香港人心中一定有一個判斷 主席 立法會畢竟不是法庭 行為失當和續職是個人的行為 但是這次事件在更加廣義的層面 是有它憲制意義的 如果立法會我們不嚴肅地處理 我們作為立法機關就是失職 而後果可以是後患無窮 梁振英作為特區政府的首長 在上任以來民望一直低企 施政不得民心 但是他一日未下台 一日仍然是香港的行政長官 仍然有很多的憲制責任需要肩負 在這次事件中 梁振英的憲制責任是什麼呢 就是廉結奉公盡忠職守 向立法會問責 本來接受立法機關的質詢和監督 就是行政長官的基本責任之一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基彭飛先生 在1990年3月28日向全國人大作出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 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 報告裡曾經指出 引述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 應該是互相制衡互相配合 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 行政長官應該有實權 但是同時也要受到制約 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更加清楚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 主席 行政長官如何向立法會問責 接受質詢是問責的一部分 立法會調查行政長官 而行政長官尊重立法會的調查 不試圖妨礙、影響或干預調查的工作 以使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能夠正常履行調查工作 亦都是向立法會問責的一種方法 在英國任何的行為包括言論 如果不當地干擾、意圖干擾 或者很可能不當地干擾議會 難道作為議員的我們 是能夠對這件事事若無道嗎? 主席 主席 行政長官問責固然是重要的 維護立法會的監察權、守護立法會的尊嚴 同樣是今次彈劾議案的重要原因 回歸以來 雖然我們的立法會先天不足 無論是分組點票 還是殘缺不存的立法提案權 亦都令到立法機關當行政當局 未能夠作出最有力的制約 但是仍然是守護香港原有制度 和核心價值的橋頭堡 但是過去五年 在梁振英治下 梁振英和他在立法會裡面的黨羽 刻意藐視立法會的尊嚴 凡是有機可乘的機會 他就會以各種方法削弱 或者打壓我們立法會的監察權 例子是什麼呢? 大致透過司法程序 意圖取消民選議員的資格 封殺所有機會調查政府過失的議員議案 壟斷大部分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 小節制定定會議的時間 都是以遷就政府的需要為先 種種的舉動就是打壓、削弱 甚至禮法立法會監察行政機關的能力 最後將特區立法會初緣禁扁 成為一個橡皮圖章 今次梁振英和周浩鼎打龍通 其實絕非單一事件 行政立法互相合作 已經深深種入梁振英的心中 對他來說 立法會就好像方便自己唯威的後花園 與取與攜 其實這樣又難怪 他會覺得干預專責委員會的調查並沒有錯 主席 今天的情況我們面對的是 上有目無光己的亂軍 下有催眉折腰的蠶神 大家合謀一起亂政 本來各司其職互相制衡的行政立法關係 就是因為這些亂賊小人 而朝鋼崩壞制度倒塌 面對這些破壞制度的政客 不彈劾不譴責 我們立法會又如何對得住廣大的香港人 主席 《道德經》裏提及 修其德則下從寧 修其人則下不爭 修其義則下平正 修其禮則下尊敬 四者既收,國家安寧 但今時今日的香港正正相反 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人則下爭 無疑則下暴,無禮則下亂 四經不立,為之無道 無道不忘者,未知有也 老子這番說話 我們立法會議員固然要引以為戒 而行將上任的新政府更加應該時時刻刻 敬敬業業,銘記於心 主席 梁振英無德,無仁,無禮,無義 彈劾他,就是要被後來者以警孝悠 安守本分,傑身自愛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提出彈劾動議 無理